大家好 我是博草珠宝的任师傅 上一期我们讲到蟒带 这一期我们讲一下选 选的分类也有很多种 有可能大家看到的选都是一样的 选其实是区别非常之大的 选有黑选有绿选 有白选有灰选 我们这样子去分开 然后选的形状 也有多种 它有碎选 选选 有选带 高耀选 黑顶选 碎选 松花选 猪针选 枯选 色枯 凸选和欧选 现在我给大家先讲一下 碎选跟逆选的 什么样的情况 碎选 所谓碎选就是说 它的选的轻微 大致在于皮壳上是表面是平行的 好像是平卧在皮壳上的 也称之为碎选 卧选 如果是选的轻微 锤子插入皮壳的 我们称之为 立选 也叫直选 其实碎选跟立选 只有两种形式 其今还有各种过渡的形式 但无需仔细的去分别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选带跟高药选 如果选层性 那种带状型的分布在皮壳上 那我们称之为选带 选带是比较容易出色的 尤其在欧下去的选带 更容易喷射 如果周边有松花的情况下 那个选 喷射的机会率会很高 尚若选带上面分布 像那种高药液一样的 我们称之为高药选 高药选也可能会喷射 但意义不是很大 但意义不是很大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黑顶选跟碎选 呈心状分布的黑选为黑顶选 如果选更加赏碎 那称之为碎选 如果选碎选之间夹着松花 那有可能会出现选加绿的那种翡翠 还有一种 接下来我们讲是松花选 皮革上出现帮顶 黑顶与黄绿色的松花 夹带的分布着 我们称之为松花选 松花选跟选加绿 在皮革上形式 在育肉中也会出现 黑甲绿 也就是选加绿 差不多 还有接下来的一个猪中选 是指许许多多的小选 像中卯一样的插入在里面 皮革里面 它与黑点选的区别形状 往整 每一根的中卯 轮廓很清晰 周中选跟绿色无关 它的破坏性很大 是翡翠的最大的一个瑕疵和忌讳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下 枯选和色枯 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 一般我认为是 一种不会喷色叫枯 但也有人将枯选称之为色枯 并细分为茶叶枯 黑枯 灰白色的那种叫灰枯 这些枯一般会喷色 只是说我个人的理念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凸出来的选跟欧下去的选 选在皮革上有一种叫凸选 有一种叫欧下去的叫欧选 凸选一般不容易成色 而欧下去的选才能喷色 大家记住 拖出来的选一般喷色的机会很少 欧下去的选有机会去喷色 这样子呢 我总结了一下 如果我总结一下 如何判断选是否会成色 这一期我就把它讲完 皮革上的选一般都是比较明显 容易变 识别也不是很困难 但要准确的判断是否成色 那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然而这些堵实的需要掌握技巧和技能 在实际中通常可为我们做一下判断 首先呢我们观察一下那个选的周围是不是有松花 若有 这说明这个选下周边会有绿色出现 但并不足以证明选下会喷色 还要仔细的去观察那个选的矿物晶体的相应的特征 如果选中的上角时晶体比较粗大 晶体的往整轮廓清晰 精密平直 精密犹如玛雅状的选与周围的皮革 界性十分的清晰 这说明 此选一定不会喷色 而且还是翡翠的最大的瑕疵 诸中选既属于此类选 大家千万要记住 如果选的边缘轮廓不规则 其影射成亮黑色 并向边缘过渡的黄绿色 甚至会转化为松花 选中的上角时晶体相对比较细小 而且有明显的碎裂的痕迹 碎裂的痕迹 晶体不完整 晶体不发育 未经明显的那种 玛雅状的那种形状 这种选一般都会喷色 形象 就是说选的脚下出现高色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种判断的我是基于翡翠 橙色的机制 大家呢 我是自己个人这样子去了解的 选喷色的翡翠呢 是绿化 就是色化的现象 而绿化的发生则是动力 并质的作用的结果 翡翠在动力的并质作用下 散角时晶体发生破裂 并出现结晶体冰远的颗粒化 同时释放出落离子 从此应域的色 这说明选的喷色 现象含着落脚石赏脚的碎裂化有光 正是这种碎裂的作用 使选中的赏脚石出现晶体不完整 而且有碎裂的痕迹 等一系列的特征 而不是说喷色的选 因赏脚石未发生明显的碎裂 未发生落的晃制 基本上保留着赏脚石 原有的晶体形态的特征 但如果选中的赏脚石不含落离子 那就是另一回事 那就另当别论 那如果要出色 那必须要有落离子 所以说我刚才到现在讲的这个 选哭 大家要仔细的去听 仔细的去分解 这一期的对大家应该帮助的是特别大 这一期我讲到选 因为选是很少人去讲的 只是说我个人的理念 我自己把它总结了一下 总结了一下 然后跟大家所 让大家去研究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是博朝珠宝的任师傅 谢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的支持